歌手二结束了,他让张韶涵的歌声再一次与我们相遇,现场的一首《再见青春》,再次引得现场观众泪流,他说在这首歌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跟青春告别,我们可能会被以往的精力牵制住但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有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比起去认恨,他更珍惜现在。 这一声,坎坷波折,但他不曾害怕,更不曾绝望,在他第一次站上歌手的舞台时,在他微笑着吟唱《梦里花》时,他就是在向所有人宣布,他回来了,或者说,他从不曾离开,大概很多人都以为张韶涵是天生的歌手。 毕竟他在舞台上的样子,他轻亮的歌喉,就如他的名字Andra一样,是个名副其实的天使。 然而事实上,儿时的张韶涵却是出了名的舞音不全。 他出生在台湾一个小县城里,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爸爸做生意,妈妈开餐馆,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张妈妈之前是合唱团成员,在家时,总喜欢唱歌给孩子们听。 舞音不全的张韶涵正是受妈妈影响,才爱上了唱歌,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他每周要去两三四KTV,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就这样,应是练出了个好嗓子。 90年代,台湾兴起了移民热潮,爷爷变卖了地产,追逐他们一家移民加拿大,可移民后的生活,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般愜意。 父亲本就有心脏病,在遭遇生意失败后很受打击,天天喝到烂醉。 年仅15岁的张韶涵,开始办公办读单起养家的重担,洗车,卖牛肉面,送外卖,摆摊卖衣服,到小店做销售人,只要老板肯雇佣自己,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可以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餐厅做搬运工,那时的他和现在一样很瘦弱,不足70斤却拖着40多斤的面粉来回跑,手上磨得全是血泡,拿筷子吃饭都十分困难。 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喊苦喊累,他想帮父母减轻负担,也希望弟弟妹妹可以安心学习。 有时,他同时打好几份工,回到家,说话的功夫就睡着了,但他也更加努力地练习唱歌,只要有比赛,他就去参加。 他知道他不光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要靠这些比赛的奖品奖金,贴补家用,养活弟弟妹妹,17岁的时候,在中广流行之星的比赛中, 张韶涵获得加拿大赛区第一名,并且成功签约了公司,然而因为不被看好,被血藏了两年,期间,他只是默默地苦练唱功,完成学业,还一边在服装店打工赚取微博的收入。 2001年张韶涵结束学业,回到台湾发展,除了做歌手以外,他还演戏做主持,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姐姐,是长女,要养活弟弟妹妹,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2003年,张韶涵与霍建华合作主演爱情励志偶像剧《海豚歪恋人》,在剧中,他饰演梦想成为歌手的女主角《一天边》,并为该剧演唱了插曲《折捏》及片尾曲《遗失的美好》。 2004年张韶涵推出首张个人专辑《Over the Rainbow》,一时间期卷多个新人奖项,开始广为人知。 自此,他的新途开始顺利起来。 三年间,他出了五张个人专辑,出演七部影视剧,两场话剧,配音四部影视作品,主持四个综艺节目,举办两场个人演唱会,出版了第一部写真书, 斩获六十多个个人奖项,成为第一个踏上FBS音乐节目舞台的华人歌手。 红到鼎盛时,打开偶像剧几乎都是他,CD机里的励志哥能拉出一堆他的歌单,打开电视,走进商场,处处都有以他为主角的广告和海报,在美国买了一座小岛,这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正站在我的梦想上,建造一片属于我的海洋,那座岛是他自己的心灵之岛,在那里,他可以尽情地哭泣尽情地笑。 他站在了歌手的舞台上,再次惊艳全场,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告诉大家,他依旧是当初那个热爱唱歌。 他说,坚强勇敢的姑娘,也一次次地剖开自己,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一手阿雕,不知听哭了多少人。 今年,他36岁了,却还是像一个18岁的少女一样,眼神清澈,好像从未受过伤,破茧而出。 线烂绽放,让我们与Angela相遇在合肥,2018张韶海旅程巡回演唱会合肥站10,去合肥体育中心体育馆奥体中心。